在任何家族植物里 你们认为谁的大招是最牛皮的呢 嗯 哈喽大家好 我是豆豆杰 这一期呢 咱们就来盘点一下 火系植物的最强大招 请来了玻璃球生日巨人 来当小白雪哦 植物呢 都是一百株杰柔 看看都有谁 能在五个大招内干掉生日巨人 大家呢 也可以把你支持的植物名字 打在弹幕上 废话不多说 咱们 好脏师走起 要论火系大招 火辣椒说第二 没谁敢说第一 这就给大家显示一下 我的天女散火花 豆姐 再让我打几下 肯定能把它烤熟了 就你 你这辣椒怕是假的吧 我才是脾气火爆的真辣椒 巨人大哥 要想过此路 先留下礼物 哎呦 不留礼物 我遭殃过此路 都闪开 你们俩一个大招如刮沙 一个大招装恐怖 把我们辣椒队的脸 都给丢尽了 这不关键时刻 还得看我的 因为火把辣椒呢 是一次性植物 没有大招 所以呢 为了公平起见 豆姐给他 中了五百株 相当于是五个大招 觉得他能拿下 生日巨人的小伯 请扣一 觉得他不行的 请扣二 等会儿 这个小鬼叫 是从哪来的 那巨人背上的小鬼 虽然被烧成黑炭了 但眼睛还在呢 这是诈尸了 还是生日巨人变魔术呢 关键是 这火爆辣椒 小火苗已经没有了呀 这个小鬼叫 是咋找 火树装没烧死 给他来说这还老吧 小伙伴们 这这火爆辣椒 到底算挑战成功 还是挑战失败呀 虽然我来得晚 但后浪推前浪 后来者居上 认为定义火爵 能干掉救人当时的 扣个666 觉得不行的 扣个凉凉 不是吧 五个大招过后 灰球连点猎文都没有 热辣海角的大招 热辣海角的大招啊 只是吸引脏尸 并不会增加攻击力 所以呢 豆姐把他 也跌中了500株 和火爆辣椒一样 那你们觉得 他能不能 拿下巨人招式呢 五百个热辣海角的小火苗 也没能把巨人招小鹅 唉 豆姐他不行 我行啊 保证 把他招到外交里嫩 送给观众老夜们当点心吃 OK Let's go 音乐 主持人物 挑战失败 再来看看头顶冒火的 蓝瓜灯 这和外交投手一样 火力太分散 不能集中 不能独宠巨人一个 接下来咱就派一个 火力集中的 火压豌豆 大家觉得它五个大招之内 能不能拿下巨人呢 虽然五个大招没干到巨人 但却考了小鬼 这比前几个都强 火力集中绝对的优势啊 那火梅腾的大招 和火焰豌豆差不多 都是一道火苗 选择火梅腾能赢的 投个一 觉得它会输的 投个二 我天 火人还是大拓截卫武 直接考了个拳手 来看看火龙草 能不能把巨人放倒 READY GO 最后咱就让热河本尊 出来亮个相 所有热河家族的主打招啊 都测试完了 只有火焰腾是完全搞定 那火爆辣椒那个小鬼太离奇了 那你们认为算不算火爆辣椒赢呢 本期热河家族的大招 咱就排检到这里 喜欢看的小班 欢迎加关注 长按点赞 那我们下期见咯